新開拍 哈囉大家好我是楊鳳 今天來玩這個新的超級西酒餅乾 胡椒餅乾 他應該是女神吧 長得蠻酷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結束 它星星糖好像需要蠻多的耶 胡椒餅乾跟寵物胡椒研磨罐 都是胡椒類的 OK 把它們升滿 一次升級是什麼 喔 寵物喔 寵物不用 直接最下面 升級 MAX 嘗嘗胡椒煙霧蛋的滋味 滿等的話是302很標準 然後26.1秒鐘會發動能力 能力介紹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魔法湯 直接買40個 7秒鐘產生炸彈果凍 OK 直接祝福 它我應該會選障礙物破壞 或者是所有熊熊果凍分數增加也可以 看抽到哪一個 欸 有了 那就是障礙物破壞 OK 然後寵物 直接可以 蠻等 蠻等 蠻等的話是 一樣19.3秒鐘發動能力 只是分數比較高這樣子 然後它的介紹 這邊 OK 然後餅乾它的 加分寶物是這個 哈密瓜炸彈 然後加4萬分 然後配寵物的話是 胡椒鼓洞加9萬5這樣子 OK 那直接來玩那個 獎杯賽看看 今天要玩的組合是這三個 剛剛已經研究完了 然後先玩這個 神秘的優格沙漠 然後1棒是配 胡椒餅乾跟它的鑽子蟲 然後2棒花是配這個 人參餅乾 因為它1棒 奔跑距離有夠 短 它續航力蠻低的 所以2棒用人參才可以 吃到藥水 然後寶物要帶這個 引擎來增加奔跑距離 所以引擎是必帶的 阿如果你是 技術比較好的話 帶這個長寶圖 也有機會可以尾跡 然後 第二個寶物是它加分寶物 哈密瓜炸彈 這個也是 可以帶 然後 火焰精華 不是帶這個 阿如果 美夢神燈有的話 也是可以帶 我記得是 神燈比較高分一點吧 OK 那我們就接下來跑看看 先來看一下它的 技能特效 還蠻酷的 反正就是 它會一直丟那個 胡椒的煙霧蛋 可以丟15個 然後 平常這種時間阿 就會有這種 小顆的 煙霧蛋 就是 魔法藏的能力 就是 比較 簡單版本的 技能 先開一次 就是沾 右鍵就可以丟 然後 爆開之後就會 產生 胡椒粒 所以它是胡椒口味的 我記得 這個狼人餅乾也是胡椒口味 所以 我就帶這個 狼人的 果凍糖衣 感覺蠻適合的 技能期間是無敵的 所以 可以用身體去 破壞那些障礙物 如果 煙霧蛋沒有炸到的話 可是我們是帶這個 這個 祝福能力是 那個 障礙物破壞 加分嘛 所以 多破壞 就會多一點分數 然後技能期間也是 防掉坑 所以 不用擔心會掉下去 然後 上天堂之前 可以先 丟 一兩個 炸彈 那不是炸彈 煙霧彈 要講好 它不是炸彈 它是煙霧彈 等一下下天堂 可能會 來不及丟滿15個 這樣分數會比較低 快點丟 快點丟 然後 哈密瓜寶物 我記得之前 是不需要手動的啊 我記得有改 不是嗎? 結果 現在還是需要手動去發動 就按 右鍵去 引爆那個 哈密瓜炸彈 你看它現在顯示1的時候 就可以按右鍵 不會引爆 有吃到藥水的話 這邊一定可以危機 按到 時間快結束前 先跳兩下 然後 最後可以再跳兩次 OK 那我剛剛跑 二棒可以用 栗子 只是分數應該會比 人設還要低一點 而且 用栗子的話這邊 彩虫會吃不乾淨 技能期間 跑太遠 然後因為 它 藥水不是放比較後面嗎 所以 才需要帶隱形寶物 好我剛剛測試 帶 長暴圖的時候 會 吃不到最後一瓶大火 除非你夏天堂 把那個 充斥效果帶下去 那應該就可以吃到 然後分數會比較高 可是 超級麻煩 所以 我就想說還是在這個就好 隱形就好 輕鬆簡單又高分 欸 沒有跳好 找了大概 三顆彩虫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吃到剛剛那一瓶大補 OK 技能都有發動到 758 應該還算不錯吧 可以S加沒問題 對 所以這組是可以玩的 分數還不錯 第二張的話要玩這個 披薩外送地區 然後組合跟剛剛 喔 也是一樣的所以不用變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跑 這一關呢 困難點應該是 要吃 彩虫 彩虫要吃乾淨 有點難 因為他擺得還蠻直線的 不然就是這種 位置很差 所以我要專心的去彩虫 不然分數可能就會 有點 差距 這個機車的那種 障礙物好像沒辦法破壞 所以他記得跳上 好 如果他真的很多沒辦法破壞的話 感覺帶 所有熊熊加分會比較好 這張圖的話 如果你有想要特別開一個位置 唉唷這還可以少喔 唉唷 唉唷 他那個技能果凍不是說是 胡椒煙霧彈嗎 他已經很努力了 要消除那個 炸彈跟煙霧彈的關係 可是他的加分寶物喔 還是用哈密瓜炸彈嗎 到底是 你就不要配炸彈比較好了 真的是 看可不可以吃到藥水 喔有點小小的極限嗎 反正有吃到藥水就 一定可以危機 其實他才跑到這邊 就快要倒下了 所以 二棒 不一定可以吃到 最後一瓶炸彈 OK 喔 少兩個 最後一定要跳那四下嗎 不然 距離可能會不夠 記得要跳 就是 進來時間結束前 跳兩下 然後結束後就可以 再多跳兩次 這瓶藥水 這一瓶藥水一定可以吃到 吃下一瓶 放得超級遠 不太知道為什麼要放這麼遠 可能他想要抬那個 火精靈那種 可以跑很遠的餅乾吧 然後那邊寵物 發動技能他會在前面 所以就 所以就沒辦法吃到剛剛那個 巨大化豆具 呵呵 食物蠻多的耶 天啊 阿密瓜要自己倒要發動 我們要發去看 什麼時候發動比較好 所以就是有按到 發行件的時候就 就去發動吧 喔 可以耶 阿 差一顆 726 如果 都沒有肉應該可以730吧 我覺得 所以這組大概可以730M左右 再來畫的是第三張圖 是這次的新地圖 然後它組合比較不一樣 要把那個 引擎換成那個 加分型的 反正 果凍現在有攪拌棒 還是星空飛機 或是毛線球阿 恩 打字機也可以 夾星也可以 然後 火焰精華一樣可以換成 神燈 OK 就這樣子 那就來直接跑看看 這張圖是這次的 就是更換的地圖 然後不是新的 是之前的地圖 所以應該是 難度比較低一點啦 然後唯一有調整的話就是 我想一下 那條 喔 天堂 其他都沒有變 然後它充滿這種 綠色那種跳血 就這個 如果有時候沒有吃到的話 就會掉坑 或者是撞不到 所以記得是要吃好吃賣 一隻 一隻 這有丟到耶 這個 煙霧蛋滿給力的 哇 撒一秒 然後那邊 我還蠻容易少的 真的是 等一下發動技能可以吸到天堂 欸那個 彩雄吃不掉 應該要跳起來的 如果讓他吸到天堂道具 就可以早點上去 可以跑遠一點點 然後這張圖應該是舊的 所以藥水沒有放那麼遠 就不用帶 那種增加他奔跑距離的啊 就是引擎跟 那個藏寶圖寶物 可以拿來放這種加分的 所以他這關 這關應該分數會 比較 比較 很適合他 三個都帶加分的 一定會比較高分 沒有吃好的感覺 最後一樣跳四下 OK OK 亂跳 這邊會有一個困難點 這邊 就提早跳的話會 比較簡單一點 那邊很容易可以到 他如果沒有帶引擎 就不然可以到就 就下去了 那個哈密瓜 真的要記得按 他最多只能存兩個 這個 不存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 滿的時候就會 浪費時間 好像不應該跳這麼遠 可是說不定 多跳這個距離 就可以把那個 最後的火焰精華 活動吃乾淨 也說不定 那一定可以吃到藥水 所以你想要帶 栗子餅乾也是可以的 只是分數會輸 人生一點點 因為他 血量沒辦法完美的用 啊他沒有跳起來可惡 777 也是不錯啦 但他這關真是 滿適合他的所以 分數比較高 OK 太累了 好啦那今天這三張圖的組合都完完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